各位学员,大家下午好 开课之前还是一样,大家先测试一下设备 声音听一下是否合适 然后画面,课件,大家能不能看到,没问题打一个一 先测试一下设备 没问题 各位学员,大家下午好 那么还是一样 那我们今天接着去讲一元堂的洋宅风水真诀 我是一元 丧杰克呢,我们基本上从这个大的一个环境吧 对吧,然后进入我们的一个室内 叫内湾头和外湾头一个区别 那么,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讲,讲如何去断事 我是谁就不介绍了 那么这个课表今天已经到第九章 就是洋宅风水实战应事 那实战应事呢,分为上下两个板块 这个因为内容是比较多,所以说把它分为上下 今天我们讲这个上半部分吧 好吧 那么看一下这是第九章的课程 第九章课程呢,洋宅风水实战断事 也是从三个方面哈 第一个就是我们说风水断事一个误区 在开课哈,这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很多人是初学者对风水 是这样吧 那么初学者呢,会有一些 或者是学过一两年的哈 也容易犯了一些错误 在这给大家 讲出来 讲说之后呢,我们以后能够有意识的去规避 第二个就是旺财运 第一个是旺财运 第二个是旺人丁 这个方面我们如何去看 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关于健康 因为其实财运人丁健康 这个不管怎么样哈 是每个家庭 对吧 或者每个人关系最大的 是不是这样 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三个方面 给大家分享这个课程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行为风水断法 我看一下 那么到底风水哈 到底是学什么 在这一块给大家啊 整理一下这个方向吧 呃 正常哈 分了两个板块 很多人认为是学技术 对吧 因为有人认为呢 是学思维 那么各位学生 你们感觉是学技术呢 还是学思维呢 就你们学风水呢 是想学的是风水技术呢 还是学这个我们的风水 这个思维 哪更重要一点 啊 我们课程可以互动一下啊 因为技术什么技术 就是我们看事 对吧 做完事就是技术啊 对吧 布局也是技术啊 两个都学 对啊 两个都要学 有技术要思维 但是哈 从思维角度 啊 思维角度 因为我们说看某一件事 因为南方和北方 在这个前几个课讲过 风水师啊 有的南方风水师呢 到北方是看不好的 对吧 那北方风水师到南方 有些事也断不准的 为什么呢 就依换于技术 但思维是不是不一样啊 思维什么 阴阳变化 对吧 五行四年干十二地之 这都是最基础的一个思维体系 那么一学有一学思维体系 风水是不是有风水 思维体系啊 就是我们真正哈 你掌握好思维体系 因为我们现在 现在学的是行丸风水 那么行丸风水里边 还有后边还有什么 还有以气风水 对吧 还有什么八载黄疾 你看风水的体系 有非常多 当我们能够掌握思维的话 你的技术才能驾驭到要 要不然还是一样 对吧 你用一个技术 去解决风水问题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很大问题 所以说大家 学风水断事 因为今天讲的断事 所以说大家有一个思维 以思维 为一个主导 好吧 这是思维 那技术呢 我们要学 但是呢 我们更重思维 是直播吗 是直播呀 怎么每次都有人问 是不是直播呀 老师 青龙玄武为静 白虎 朱雀 为洞 怎么都为静 为洞 白虎和朱雀 为洞 为虚 那么 在这刚才开课 说一个 对吧 我们很多人 在断事上 就风水断事 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在开课第一个部分 首先给大家 说出来 一个是因果错觉 一个是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 这叫 认知偏差 两个大的板块 因果错觉和认知偏差 这是怎么什么意思 我介绍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什么叫因果错觉呢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不管是这个作为从业者 或者学习风水时候 尤其初学者 很容易犯的一些错误 我们在这个大的 这个标题叫段事 段事 这个因果错觉 这是一个大的主题 会出现这个因果错觉的一个错误 那比如 就是我们容易把偶然 当成必然的一个因果关系 这个因果关系懂不怕 因果懂不怕 因果就是我们说什么因果啊 对吧 这个修行讲这个因果 对吧 这个因果在佛家 就是把这个因果讲的很多的 对不对 就散恶终有报嘛 那么我们说很多初学者 容易把偶然性能 当成必然的一个关系 这什么意思 比如我们很多初学者 经常犯了一个错误 比如发现这个朋友呢 如果有三家 对吧 住七欧 这个住完七欧很发达 那么又有几个呢 住在八欧 对吧 很失败 那么就得出什么 七上八下 这个一个定律 那么如果你调查起来呢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什么 偶然性 偶然性 就是你发现 可能说七欧和八欧的一个 急凶 或者是 百度以下 七欧未为洞 那你就信百度的 那你就可以查百度了 你清欧未为洞的话 你就是为洞嘛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查能查百度 还去这个付费去学习 那么七上八下 那么七上 那如果你发现三家五家 这个学员 有这个状态 对吧 是一种偶然 对吧 就发财 那么又有几个呢 住八欧 没有发财 所以说得出一个 其上八下 那这个议论 跟这个结果 是不是一个 必然因果关系 大家要搞清楚 那这个我们很多 初学者容易犯的错误 就把一些偶然的 联想出什么 一个必然的结果 那么如果你调查起来 真正影响 真正影响 可能跟上欧层没有关系 弄整个意思吧 因为一个风水理论 比如七上八下 是一个风水理论 它需要大量的验证 大量的安逸 不是通过不次 就我们叫不切实际的 一个影响 或者是几个 一个偶然得出必然一个结果 等等吧 什么高大厦 不都是穷人吗 高大厦 谁说的穷人呢 他如果那个 不是当地局也没问题 如果做酒店也没问题 把课程学得好好学一下 我们先看今天课程 好吧 问问题 你们一会儿结束再问 那第二个 就是把相关性 当作唯一的因果关系 什么叫相关性啊 这个因果关系 再讲一遍 什么叫因果关系 就是我们在修行讲 叫前世的因 今世的果 对吧 那什么因果关系啊 有前因后果吗 就是因为什么什么 所以什么什么 叫因果关系 那么因为比如 人不吃饭 所以会被饿死 对吧 这个不吃饭是因 饿死是果 对吧 那这就是因果关系 那么相关性 什么叫相关性啊 就是可能啊 因此怎么怎么样 可能怎么怎么样 能懂这意思吧 就是等事件啊 这个某个事件啊 事件发生 他会有很多因素的可能 比如破财 对吧 那我们讲一个破财啊 或者破财败败都一样哈 我写个 那这样一个事件 他会有一二三四啊 等等等等 对吧 很多因素影响的可能 那再比一个 再解决一个哈 假设啊 我们说发烧啊 这是人的 我们正常这个 生病发烧哈 可能是感冒 对吧 可能是伤口感染 也可能是疫情 对吧 新冠病毒 但能力的意思吧 它的相关性 是不是很多呀 叫相关性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呢 很多时候哈 会出现一个什么 就把关心相关性 当作唯一啊 这是一个唯一的 因果关系 啊 所以说 我们有句话叫 攻击一畅天下白 但是天亮肯定不是 因为这个攻击教 对不对 你攻击教不教 天都会那样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你败财 就是我说 假设这个败财 这个事件哈 这个我们这个事情 那么你败财的相关性 这个原因会很多 那我们如果学过八字 也知道 对吧 人有什么 一个运啊 那你的运走到一个低谷 那这个时候 会不会有败财的可能 有吧 那你们把这个风水啊 某一个事情 直接断成 哎 今天这个方位 把一个东西啊 把个镜子不好 那今天可能因为 这个性的原因 怎么办 这是我们很多容易 把这个相关性 造成唯一的一个因果关系 还有一个什么 比如大家 我们都说收逆水 对吧 为什么收逆水 别人发财 你没发财啊 那为什么原因 因为收逆水之外 还有其他的因素 也存在 这都听懂吧 就是它的原因条件 并不是 什么绝对的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啊 断事就容易有一个什么 把相关性 当作唯一的啊 一种状态 大家把这搞清楚啊 我看还有人问问题 什么周边的高楼 怎么是档器局 什么意思 周边高楼 你跟你组体建筑物的一个结构啊 形成什么 什么格局 就是什么格局啊 第三个哈 因果倒置 因果倒置 这个很好 一解 就是把原因当作结果啊 把原因当作结果 叫因果倒置 啊 比如 啊 我们 认 认为好的东西呢 价格都比较贵 对吧 那么贵的东西都好吗 肯定不是的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很多商家 对吧 利用这个心理 把价格都定得比较高一点 是不是 我们也有很多人不差钱的啊 消费的一年 就是只买贵的 不买对的 是不是这样 那么这叫啥 叫因果倒置 在风水上呢 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 大师 价格高 对吧 他价格一高 我们认为这个老师水平高 其实呢 不然 比如看八字 八字全部都是定价的嘛 八字看八字没有定价的 包括风水也是水源 我们俩的字叫水源 对吧 比如人这个人都已经只能拿出三千 对吧 这个你还 人家还拿出这个 就全部加上给你看个风水 你说这个怎么说 对不对 其实我们不是固定的啊 这个行业 大家把这个搞清楚 所以说 在这风水行业一个怪病吧 你动不动手几十万 上百万的都有 那么这个一定就好吗 不一定啊 还有一个 我这边一个学员 我们在当地呢 有个别墅群 这个别墅啊 建得非常不错啊 淋着水啊 淋着水 非常的好 那么 一套别墅呢 就是几百三千万的 然后他在那边定了一套啊 让我去看 看完之后就把这个别墅退了 为什么呢 别墅的窗全部朝着这个河啊 那契还还算可以 但是呢 门是它是一个山上啊 那个山上对面是河 然后门呢 是朝的是那边 路那边 就是没有朝的水 所以说我们 在常人的一样一边啊 这个因果呢 不能说这个房子贵就好啊 不能房子这个 这个房子一千万 对吧 这个房子八百万 那么这个房子特别好 那不一定啊 不一定 能以下这个意思吧 我们不要啊 本末倒置啊 那么还有一个 呃 也有学员问 这个 南北 对吧 我们很多床啊 都是东西向摆的多一点 对吧 呃 很多学员问 老师南北朝向摆床 是不是不好啊 为是不是不能南北早 摆床啊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这种疑问的 我们很多床啊 都是这个东西摆的 对吧 那南北摆床行不行 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 这个商业的欧房啊 这个房子啊 呃 大多数的 他的布局 就只能在我们的格局上 对吧 要符合青红白虎 这个这个格局 就内部这个 内湾头的格局 所以说 那么 他这个床 东西摆的会 就是普通一点 多一点 那么南北摆放 没问题 啊 没问题的 懂吧 大家能理解这个 一个叫因果错觉 这个概念吧 总共给大家讲三点啊 因为断事 大家后期肯定会犯这种错误的 啊 我跟跑乘一点 就每个人 这个路都要走的 但是前提呢 我给大家先讲一下啊 再讲一下 那么第二个 叫认知偏差 什么叫认知偏差呢 认知是有啥概念吧 那比如 举弯义子 啊 举弯义子 就比如 我们的古代啊 古时候的人 穿越到我们 现代社会 他们坐电梯 然后电梯呢 到达这个三十层 三个人想办法呀 这个电梯怎么上去 一个人坐火车 一个人 这个原地 踏步 对吧 一个人原地转圈 结果 哎 这个电梯倒了三十层 那每一个人都认为 是自己的功劳 啊 就有认知的一个偏差 啊 其实跟他们 对吧 这个 你转圈也好 坐火车也好啊 原地踏 原地走也好啊 它是没有关系的 啊 这就是我们说 这个认知的一个偏差 我们先把认知偏差 搞清楚哈 那认知偏差呢 也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 简单归因 一个是过度解读 啊 这个是在 别说在你们啊 很多这个风水里边的老师 啊 也经常有这个现象哈 简单归因啊 什么意思 简单归因 我们见过一些 啊 饭店开不下去的 对吧 啊 或者见到一些门是 门是转让的 有这种场景吧 有很多的哈 尤其是这两年 对吧 疫情这么严重 那么 很多的 这个风水老师 就会讲 哎 这个门 怎么怎么样啊 啊 这个风水 啊 这个不好 是不是啊 大家有没有经历这场景啊 那还有是啊 比如一户人家哈 我们说一个业主 啊 在看风水 啊 一下出事了呢 就说他家里挂什么 什么东西啊 那这个什么呢 叫简单归因 就是把一些复杂的啊 事情的成败的原因 归结成一个简单的 简单的一个什么原因 那我们说一个一个事情的发生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呀 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对吧 那我们说这个疫情这么影响这么大 很多门市都在转竹 包括我们呃 所在的城市我也看到很多 那这两年普遍上是比前两年什么要多很多的 对吧 那么真的跟这个门跟他的风水有关系吗 不一定 也可能刚才讲过这个人的运气到这一年真的很差 因为大家学风水知道哈 我跟讲过哈 啊 学风水要信而不迷 对吧 风水是人 外在给人营养 因素最大的 但是 他是全部吗 不是的 因为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命 还有运 对吧 命是什么 先天造幽嘛 对不对 那运是我们后天际云嘛 大家的外部环境 那这个 还有一个什么 人和 这个人是谁呀 是我们自身的能力 观念 对吧 包括格局等等等等 所以说 总体来讲 才是一个 就是我们人生一个整体 对吧 这个运 所以说 很多风水啊 风水师一看到一个点 就会直接讲 这个这个 是因为什么问题 哎 你家出的问题 那懂这意思吧 所以说我们大家哈 把这个一定要搞 搞清楚 不能就是简单归隐 简单归隐 因为 我们有一句话哈 当你的工具单一的时候 包括我们生活在社会上 对吧 你只能用单一的方法 去应该社会 对吧 是不是 那比如 老师我只会这个 这个这个 不假设哈 这个你一瓦匠 对吧 我只会盖房子 那你只能会盖房子 挣钱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单一 当我们解决问题 方法单一的时候 那么你只会用一个问题啊 一个方法去解决全部问题 那这个时候肯定会出问题的嘛 这个能理解吧 那第二方面叫过度解读 那这个跟市场上的现在很多书有关系啊 包括现在很多 不是说你是哪个门派呀 我是百度派 包括我很多学员也是哈 一不懂查百度 一不懂查百度 不是你们查百度 你还要跟老师去学干啥呀 那么百度是谁写上去的 百度也是人写上去的 他写的是一个知识体系 还是一个知识点 对吧 那知识点真假 你还在课上跟我讲 这个青龙是净啊 是这个动啊 宣武是动 那你觉得我怎么会解读你 给你给你回答这个问题呢 对吧 所以大家要清楚哈 现在很多的 现在不缺知识 但是知识的辨别能力 你们自己把握 好吧 那比如啊 现在很多这个明星出事 对吧 就会寻找一些之前的一些事件呢 什么什么情况啊 就比如发明兵啊 我听说哈 这个出事之后啊 有个老师就讲 这个之前李晨送他个小玩偶 哎 送他的时候呢 就知道送完偶就要出事啊 现在就知道 没有倒霉 没有倒霉 懂了吧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不是过度解读啊 啊 当我们一件事情 发生以后 别说崩溃师 就是我们自身 你去往前推 对吧 你都能找到一个什么 相关性的一些事件 对不对 那比如你今天这个破财 那你去找一下 哎呀 去年老公不听话 什么什么样 对吧 那去年因为什么事 什么什么样 那你往前推的时候 谁不能找到几件事啊 懂了吧 所以说这叫什么 这些相关性的 叫自欺欺人 没有任何的价值 对啊 你成熟的网偶就能出事吗 这个我们说 这种叫什么 叫孤独解读 而且事件已经发生 这叫什么 这是自欺欺人啊 对吧 有什么价值啊 就是说学风水哈 不能这样去学 那么我再说一点哈 今天你们能够通过 九节十节课程 我相信你们对风水 已经有个概念 对吧 虽然只讲是喜欢风水 理气风水在后面 那么你们能够 从一个大的体系 去进入这块 你们基本上 是有一个思维的 不是某个点 对吧 你们学清雾白货 也能去学啊 网上一抄也能有 但是他放在哪块用呢 能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说我们去断事哈 千万不能这个自欺欺人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 现在很多书籍啊 书这个书呢 就尤其现在哈 近的近时候 就近几年吧 印的纸张非常好啊 排版也非常的漂亮吧 图片也都挺好的 尤其一些风啊 这个室内风水布局的书啊 只要能搭上边的 都给你写上去 能懂这意思吧 就是不严谨啊 不严谨 买不买你自己决定哈 所以说学风水 看风水断事哈 一定要什么 言之有以 行之有据啊 要踏实 要真诚 因为做这行业呢 不是我们说 你拿一个知识点 去解决一个风水问题的 这个是肯定会出现很大问题 所以说是一个很庞杂的一个风水啊 风水是个很庞杂的一个体系 你最起码要有体系 要有思维 那么开始给大家讲那么多哈 那么 为什么叫应事啊 应事是什么意思 你看 风水讲什么 大家修八字 对吧 八字讲什么 坏事嘛 对吧 谁 发生在哪一年 然后发生什么事件 事件给你什么影响 对不对 看这个八字 风水能不能 也是可以的哈 那么 看风水啊 那么看风水呢 它有几个方面 大家探讨探讨过度解读的是吧 过度解读是这样的哈 因为我们的这样 我给大家讲的原理哈 包括我刚才讲了 它是经过多少个朝代 多少个时间 多少个案例去验证 然后传到我们现在 你这个真假 你不去不需要去辨别 懂了吧 跟我刚才讲的概念 你们不要发生冲突 好吧 你们是我讲的是 几件 这个事情 这个原理哈 是没有经过 很多次验证的 你就直接断事 能懂得意思吧 那么风水啊 同样也可以应人应妻应事 那么今天讲 讲应事 就是人和妻都有讲哈 那么应人是谁 就是这个风水啊 会影响到这个人啊 我们是老公好 对吧 还是老婆的好 对吧 是有事 对吧 是喜还是凶啊 是急还是凶 那是什么人呢 是加一本哪一位呢 是长辈还是晚辈啊 啊 这叫应人 应妻啊 我们叫时空和啊 时空和时间 可以相互什么呀 有关联的 对吧 在哪个时空啊 然后换算出时间 就什么时候 最后呢 应什么事情 那这个很简单呢 我们说风水应事啊 就是什么人 在什么时间 发生什么事情啊 是好还是坏 那这样一个 啊 一个slope啊 有什么人 什么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这很简单 那么 应人啊 有哪些方法 我们要 叫防分 叫三分法 三分法啊 这是在下节课啊 给大家讲的 这个横向和纵向啊 两个方向啊 这我们分为排行和备份啊 两个三分法 然后应期呢 就是你看 应期就有四个 就是应的时间啊 时间啊 这个周期 那么叫四应应期法 聚用应期法 阴阳应期法 变动应期法 这都在下节课讲 那么今天讲 主要讲啊 讲应事 叫行与事情 怎样啊 相对啊 这个急凶的啊 就是我们先应 这个事情的 一个急凶状态 都哪些 财运啊 财运 那比如呢 这个 那个这个 人丁 对吧 包括可能说健康 那这三个 主要部分啊 是给大家 今天啊 分享的啊 那么首先 我们判断财啊 先看财啊 急凶性关系 那么财 是不是我们每一个 基本上每一个 都想跟什么 这个住个房子 要发财啊 对吧 我不相信有一个 没有一个人说 我住个房子 我不想发财的 对吧 首先我们要学会啊 不管自己摆也好啊 或者是以后给别人看呢 基本上哈 我们要看看 这个房子财运怎么样 对不对 是对财呢 是旺财 还是败啊 对不对 放出一句话 叫三管人丁 谁管财 对吧 三管人丁 谁管财 这个 这样身心健康啊 那今天也讲到身心健康 第三部分讲到哈 所以人丁 是在什么 我们子嗜 对吧 我们的子孙往下的 一个发展 对吧 以我们后代 那么财 那财是什么 财就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财为养命之源 你不管 只要活在世上 对吧 我们都要去养我们这个 一个命 是不是 所以说三管人丁 是管财 那我们说第一部分哈 先判断财的一个 进行状态 那么你看财 我们说 先是讲旺哈 讲旺 就是这个风水 这个行状态哈 如何是有财进的 那有财进的 就是旺财的啊 财富容易发财的 这叫行状态是怎样的 来看一下 那么主体结构 主体结构什么 就是你的主体建筑物啊 我们说房子 那个主体建筑物 可以是阴仔 也可以阳仔哈 在这我们不谈阴仔哈 先谈阳仔 这个房子 就是我们的主体建筑物 是不是大家 我看刚才问的问题哈 你们纠结的是 什么格局啊 档器局也好哈 都是主体建筑物 与周围的啊 与周围建筑物 所形成的这种关系啊 你们不要搞错 叫主体结构啊 我们叫主体结构 这是我们的 呃 住的房子哈 那么这个啥嘛 你看水管材嘛 叫得水 那水有什么 在这写一下哈 在这给你们复习一下 是不是有真水和假水呀 对不对 这个记得到吧 真水和假水 真水就是我们 五星能量看得到的 对吧 那种真的水 河游湖泊呀 是不是 那么假水呢 假水就是我们城市上一边 流动性之的 是不是 这叫假水 呃 就是道路多一点吧 啊 那么有几个方面 有四个方面 我们很多大多数房子哈 真水是不多的 假水是比较多的哈 以假水为主 第一个叫搜溺水啊 搜溺水 溺水 大家能能理解吧 就是这个是个房子啊 然后这水从这边来 你的朝向这边的 对吧 叫溺水 对不对 或者你的房子第一次是这样的 水这样来的 叫溺水 啊 那么有情水呢 那这是你的房子 这个水是这样 环抱的啊 环抱的 对吧 那个沙水课都讲过哈 那吃湖水啊 吃湖水大家知不知道 没有说过啊 没有说过啊 一会儿会讲 那么锁水 还有锁水 就是 关栏水口 这也讲过的哈 也讲过的 就是水从这边游过 对不对 游过去之后 我们在这什么搞一个什么关栏水口 把这个什么水搬过去 对不对 气往那边走啊 气往那边走啊 这个意思 都讲过的哈 就这就这一个哈 没有讲过 那么这个如果现在让你判断哈 判断自己的房子 刚才在讲什么 讲财运 财气 旺还是不旺 那么首先看得水 得水啊 我们说三管人丁 水管财呀 对吧 高一寸为沙 低一寸为水 那这叫做都是水 所以说我们首先看 这个四个方面 那这个四个方面有 不是有一个哈 越多的证明你的房子呢 越急 如果老师说我就有一个 那好 也能有 老师说我两个 老师说三个 老师说我家这个全部都有 那恭喜你 你的房子非常的 发财哈 容易发财 一寸吧 那么看一下 那如果呢 我们的房子 对吧 前面有水 为赠财 侧面两边 是偏财 后边叫暗财 很多人问 老师 我这旁边有条满路 有人问过没有吗 老师 我后边有一条 对吧 我左边有一条 我前边有一条 这叫什么 这是他的财 好吧 因为满路是什么 也是水哈 虽然叫假水 所以不要就再问我 这个满路在哪个方位 代表什么 都代表财 但是这个财呢 是败财 还是禁财 暗财好不好 暗财不好 虽然禁财 但是呢 人健康上会出问题 比如我们背后 对吧 有满路 你可能不好的 对吧 这个玄武也已空掉了呀 健康啊 就是你的房子 如果是都全是呢 那不用讲了 你的财根本就存不住的啊 存不住的 叫什么 荡气局啊 当你把格局学完 对吧 你任何崩溃 都能套进去啊 最起码吉凶你知道的 那么讲一下 溺水 是不是 刚讲第一个 叫做溺水哈 这儿讲的 溺水的 更好的 就是比溺水 更有效的发财的 叫拜堂水 叫溺水 加强版 也叫溺水啊 也叫溺水 这个涉及到 因为我们讲的行文哈 这个涉及到 以气 以气风水 房子后面水池啊 水池也不好 也代表暗财 但是我们房子后面 最好的玄武 都对你健康有影响 倒也是一样的啊 大家一定要学会 举一反三啊 因为你背后的玄武为空 玄武为空的话 它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这种一气的哈 叫拜堂水 就溺水 它也是溺水哈 也叫拜堂水 什么意思 你看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斜坡 对不对 我们如果后期再讲的话 我们从从这个风进来 对吧 对吧 我们叫风也好 气也好哈 我把它擦掉吧 重新画一下 这个风从这进来 对不对 你看这没有 风是不是气啊 然后气的能量会什么 加强 对吧 就是我们光谈水 不是毛是水 真水是水 但是气呢 我们称之为什么 就拜堂水啊 那个拜堂水呢 也是在发财一边哈 是特别容易发财的 而且发财速度非常快 所以很多时候哈 就是我们去做风水哈 你看这个正好 那么比如这种房子啊 我们前面给他修一个 这种斜坡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斜坡呀 这坡是斜的哈 啊 这个坡是不是斜的 然后这个气的 直接到我们 这个门里面哈 是不是 进我们的什么 门是什么 那气的 那这个财 这个气是不是很旺 跟我们上节课 讲的欧冲一样 对吧 他也是气 为啥要煞呢 因为气太旺 也收不住啊 如果你能收得住 对吧 搞明堂 然后内明堂 那你这个 发财很旺啊 就看你能不能解决 这个问题 那这个不要煞哈 这个直接叫拜堂水 这是新的一个 水的一个讲法 啊 每节课都有新的内容 那这样的风水 你看看你家里面 有没有 啊 这个风水 还有一个什么呢 在 南方啊 南方多的房子 是这种斜的 北方不多哈 就那种瓦房 对吧 就这种尖角的 这种房子哈 北方的是四合院 为啥四合院 你看四边围到 那气什么呀 是往中间来的啊 往中间这个巨的 是不是 所以说古时候哈 风水真的是特别重要的 就拜堂水 它的距离重不重要 距离很重要哈 不能太远啊 不能太远 然后高低 啊 看这条高低没有 也不能太高 也不能太矮 也不能太远 所以说 这个三个因素 就高低远近 也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太远太低 它的能量就小 会减弱 那么太高呢 就是会挡到哈 那么这个也是拜堂水 对吧 你看两成 大家看到没有 这样凉过去 差不多这个意思哈 然后这个气呢 从这干嘛 进来 然后加强什么 那气口 当然是一成 对吧 这是我们的楼房 如果我们对出去 对吧 对出去这种邪魄 那恭喜 恭喜你哈 你这个房子哈 那气是非常旺的 发财也非常好的 你们有没有这种房子的 有没有这种房子的 没有啊 你们可以看一看哈 如果有这种户型 你们赶紧去选 去抢一下 那么这个逆水和拜堂水 跟它区别啊 区别什么 逆水 大家看没有吗 逆水或者喝油 对吧 不发达 为啥不发达 逆水是管什么 这一个是楼层 对吧 管这个 这个比较矮的 比较矮的 啊 你拍个照 给我看一下哈 然后 拜堂水哈 它不限制层高 对吧 你要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都可以 没有问题 那种的意思吧 这种房子前面和后面 前面后面都没问题 最好是煮阳台 就是我们的煮纳器 啊 阳台那个这个窗户 那么这就是拜堂水 那梦里气呢 还讲一个叫星啊 叫星 叫星是这个意思 但是它不受 它不受了以气的影响 啊 指这个特别好哈 拜堂水 它不受了以气的影响 只要有 刚才讲 讲了两个因素哈 一个是据于 啊 一个是高低 你看看你家房子底 是否这个距离啊 是否这个比较合适啊 高低啊 跟你的户型差不多啊 这个是两个因素 很关键哈 这个是拜堂水哈 包括溺水也可以 因为溺水影响的哈 不多 就是我们矮层 对吧 如果高层的话 桑户也是受溺水 然后高层的话 我们就是拜堂水啊 因为溺水是影响不到的 那第二个 有情水 这个有情水 在沙水课上也讲过啊 在这儿不详细讲 在这儿讲两个方面吧 第一个 有情水 一定要过明堂 过明堂 明堂大家知道吧 明堂有一个什么 叫外明堂和内明堂 内明堂是什么 就是你的客厅啊 客厅 外明堂是我们对出去的 这个朱雀位啊 朱雀位 这没问题啊 就你朱雀位要宽 如果他有一条马路 正对到你的 非常好 叫水 你看游过明堂哈 要游过堂 那如果没有游过呢 也是就是我们说气啊 这个拒不到 那有情水一定要上堂啊 就叫过堂和上堂 这个在过堂和上堂 也是风水里边的一个专业名词啊 那么才要上 才要过堂啊 就我游过明堂 上堂呢 叫明堂汇聚 所以说以后 我一讲过堂 叫过堂水 对吧 上堂水 大家知道哈 明堂汇聚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个水呀 你这可以有水 对吧 或者是这个 像那个我们说 那个点叫聚水 也可以啊 这个凭经验 变了多少核实远禁 最好不能超过你一栋房子的距离 比如我们房子宽四 就是这个近深五米 对吧 你这个中间两栋 这个差距不要太大 这个意思 你超过十米就没有效果 所以说要明堂什么 要汇聚 汇聚 在这个都讲过的哈 这个过堂和上堂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新的思维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白虎水 要吃虎水 明堂白虎边啊 就是白虎位 哪是青红位啊 你的房太极在这 对吧 这是房太极 我们说门嘛 很像房太极在这 好 房太极对出去 那么前 租阙后悬屋 左青红右白虎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白虎位 那我们讲 假设哈 这个房子 是这样 就是上北下南的 朝南的吧 假设哈 下朝南的 那么你在你的什么房位啊 这叫 那这个南 这个是什么 白虎位就是西 对吧 那么这个水 在西南方 是不是就可以忘财呀 白虎位啊 叫白虎水 在风水中叫 行完之后叫什么 叫吃虎水 就把这老虎吃掉 哈哈 那么白虎水哈 如果 如果是有 呃 我们的房子哈 这个白虎边哈 有水的 那这个就代表 旺柴啊 旺柴 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 这个可以人工去 修一个 对吧 修一个 那叫鱼塘啊 小点的水池啊 鱼池 景观水 啊 等等等等 对吧 那么这个水哈 两个方面 你看游动 开门动气 对吧 我们可不可以 开这边门的 啊 可以的 那为啥白虎开门呢 因为 如果这样开门的话 假设哈 这是个院子 北方讲院子 南方不讲院子 哈 那么这个开 假设开这边门 对吧 白虎门 那么它属于什么 蒙过堂 是不是 啊 如果方位在白虎位 就算哈 那么第二个叫 真水 游动 什么叫真水 就是真真实实的水 这个水哈 比如你搞一个鱼池 那这个角上 呃 我画一下吧 你搞个墙壁啊 墙壁 一格 两格 三格 哎 我这不好画 这样吧 这墙壁 一格 两格 三格 那水呢 一阶 两阶 三阶 那把这墙壁 放在这块位置上 就是这个墙壁 对着你家 一格 两格 三格 往里边 游水 知道吧 这叫活水 叫游动的水 然后这叫什么 就是布一个 蒼板水的一个局 那这个局 放在白虎的位置上 啊 蒼板水 这个大家能够 为解吗 都讲过 那这个 是非常非常旺财的 啊 那么第二个 吃苦水 还是一样 哈 大家看一下 这是刚才讲的室内 室外 哈 室外是什么 这个是外 啊 插掉哈 这属于外丸头的 对吧 那这个呢 是属于内丸头的 内丸头什么 室内 啊 室内 我们看室内 假设这是客厅哈 我假设是客厅 那么第一个开门洞气 是不是 这边可以开门啊 那如果门 没开这方面 这方面开的是门啊 这方面开的是门 假设这边是没有门哈 没有门的 那么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摆放一个什么 鱼缸 对吧 因为这边什么 青龙玄武嘛 这边是猪雀玄武 对吧 青龙白虎啊 这边是青龙玄武 这边是猪雀和白虎 对不对 上一会讲过的 那么这个方位是不是可以搞个水啊 可以搞真水啊 真水 真水什么 而且要流动的哈 流动 就是加强 因为大家知道 死水和活水一个区别 就是一港流动 一个不动的哈 这个吃货水 大家明白没有 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做的哈 如果 有条件的 可以去 在外边的万万头去布局 如果是 有这个城里边居住的话 万万头不能动 那我们就只能在室内 室内去布这个局 明白了吧 叫吃货水 那老师有人问 说老师把这个水放在青龙玄 行不行 也可以 但是会出个问题 什么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所以我们放在什么 白虎 白虎位 风水球是水吗 暂时不要创新 根据我去讲的 你们去做 出问题 你能找我哈 你自己摆 不要找我 好吧 我不是不相信你们 是因为你们 学东西 一个体系都没学完 就想自己尝试啊 不必出问题 门市 你按我的这个讲法原则去搞就没有问题 门市 门市 左边就白虎位呀 就做吃货水就没问题呀 但是还有一些锁水呢 这个 我刚讲了哈 这个几个层面上 你越多证明你的发财的什么机会越大 财越大啊 不是一个哈 这个下手关岸沙锁水 对吧 这个也讲过上节课 水从这边走 我们在外边什么 把那栏上嘛 对不对 叫关岸沙啊 就是把这个气的嘛 往这边走 对不对 往家一边走吧 啊 往家一边走 那是 还有一个叫什么叫锁水 锁水 那肯定比下 这个 这个下手关岸这个水的能量更强一点 啊 更强 那强在哪儿 比如我们这只房子 水是往这边走的哈 都是一样哈 你不光往那边走 我们看水是水游的 那么我们又在这边呢 假设哈 我只是假设有个桥 啊 桥 那么这个叫什么 叫做锁水 你看锁水 就把这个水锁住 能懂这个意思吧 那么它的能量哈 就是这气的能量 比啊 我们这个下手杀关岸的能量 要更强 为什么 你一个桥啊 对吧 一个桥 这个气是整个水哈 就往这边跑了去 对不对 它就直接锯了这块 你看水啊 又一锯 那水又一锯 是不是气量锯啊 这个水水的能量 这个很大的 它就往怎么 往往边跑呀 这个意思 一家吧 就是如果有小河哈 你你家前面对着小河 那好 跟着河油的一个走向 在你的下手杀这边 去修个桥 花点钱没关系 花点钱 你挣个钱早就回来 修十多桥都没问题 好吧 这个实际案例中 我给一个学员做过 他是 老家房子 搞三个山头 自己去兑换的 然后在那个山上呢 修了这个三层半的别墅 就是下边哈 正好前面有小小河 小河很小 很小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水油不大 然后积水不大 那正好 它的房子后面有山 这个水油还有点取 是这样取过去的 这样取过去的 它就往这边游哈 就这样 这个很长 但是河很小 这样游过去的 那么就在河的这个位置 后面它下面很宽 下面很宽 这上面载下面宽的 在这个位置 在河里边 挨了一个墙 河里边去搞一个墙 那么这个水位呢 就会变高 变高 大家那样的意思吧 就像个瀑布一样 这个墙往下有水 所以说我们真的 在很多实战中 这叫什么 叫锁水 第一个把柴 把水变高 然后第二个 把这个水的气 能干嘛 让自己的 什么 要忘 要忘财 这个要锁水 那么这个呢 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水 这个也叫下手杀关篮 对不对 你看 这个 这叫溺水 对不对 溺水 哎 叫收溺水 溺水 这是我们门 这个是门 就是门 是正对着我们 你知道吧 那这个是我们 太一点 那么再太一点 你看在这边 你不管哪边 你就是 只要有溺水 只要有溺水 在我们这边 是不是直接就可以 你搞个速 广告牌 都可以 对不对 就是你把这个气干嘛 哎 挡住之后 就能干嘛 就能 那旺气 那旺气 刚才就不讲门市吗 那你看到门市 这有没有溺水呀 直接搜进来 叫什么 这也叫锁水 对不对 这叫锁水 拔回什么 锁住嘛 啊 锁住 嗯 再看一个 这是我们现实场景中 现实场景中 我们 啊 去商业街 步行街的时候 大家去看一下啊 这个商业街 这个我们说商业街 旺的 叫步行街啊 旺的 他两边啊 会有一个什么 建筑物 这是高的哈 还有没有 圈圈圈出来的 他的建筑物 建筑干啥 就是这个气啊 不下一下就跑掉 叫什么 叫锁水 那有的呢 他在商业街 锁完之后 他的仰边空荡荡 没有任何建筑物质量 他这个气啊 从这头一眼望那头 仰边很很宽 干什么 就是无锁水 啊 就没有锁 没有锁 这个气啊 就锁不住 所以大家啊 在这个课的讲完之后 我给大家加了这个 这个商业风水的课程啊 在这块也会有一个风水 这个商业风水 大家教大家如何去判断 急凶的 这位大家能理解 锁水的概念吧 这个四种水 你去判断 有一种就为吉啊 就为财 如果四种全有 那恭喜你 这个房子非常的不错 呃 所以说呢 我们有四种的也不太现实啊 有两种还可能 三种都可以 这个需要我们后天去布局啊 去布局 所以做风水 不是说收多少钱 是改这个东西比较很麻烦 没问题了吧 没问题啊 那么再讲一下 刚刚有人说 有人说什么呢 老师 我这个也是这个拜 什么拜堂水 对吧 那为啥没这个挣钱呢 为什么 那可能是 这就是什么 不会挣钱 而且会什么 会拜财 拜财 你看看叫明堂下限 啊 我们出去 假设这是明堂哈 是平的 但是呢 你这是下限 下限如果超过一个人啊 一个人高 人高 我们是这个 一米一米七哈 一米七八这样 那这个就是明堂下限 这个当什么 当询问 不但不会尽财 反之呢 还会破财 叫明堂下限 你这个气哈 是收不到的 收不到的 之前讲过吧 讲过 没交吧 所以说拜堂水也好 什么堂水也好 你必须还要符合什么 我们行完的一个标准 行完平的没那么远 那明天明天的客人 行完之后 你看看谁发财 谁谁不发财 好吧 第二个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房子 这也收什么水 收溺水 对不对 收溺水 然后呢 哎 后边什么 后边是空的 那这个房子 会不会发财呢 也不会发财 为什么 因为的财 叫什么 穿堂 是不是 气出正癌 哎 虽然很旺 但是 他后边空 什么 他去不到啊 从前边走 后边跑呀 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明天平的啊 你拍个照片 看看有没有啥嘛 就是我们讲的五个 五个水哈 四个水哈 你一定还是要符合 行完峰水特征 要符合特征 那么 看下面图 那如果后边有个什么 哎 有一栋房子 这栋房子叫什么 就是你的玄武位呀 对不对 气都能过 然后气又能什么 回转 那这个什么 就逆水 它叫收逆水 为墙 啊 为墙 那左轻轮特别低 那你不是还是不符合 行完峰水的四项局吗 那这个这块 你不要去讲这个 这个问题哈 我刚才说 这有前提 你要么 没有这些下限呢 这个后边空啊 对吧 你四项不全 这个 都是行完 为什么要讲大的 先满足 然后再满足小的 后边会讲到哈 给大家 给到大家 所有的一个 一个思路上 各位能理解吧 就是 虽然是溺水 对吧 虽然是拜水 虽然是明堂水 虽然是这个环保水 但是我们还是要 讲一个啊 我们行完峰的 基本条件啊 基本条件 好吧 那么在这儿啊 旺财的 讲完之后 我们讲败财的一些特征 败财的特征是什么 看一下 败财 刚才讲 藏风俱气 对吧 叫得水嘛 得水 就是这就得财哈 因为三管人 你水管财 是这个 这个意思 大家能理解了吧 那么 败财就是什么 不藏风 不得水 是不是 那不藏风什么 第一个荡气局 再总结一下哈 你看这房子 荡气局 不要讲了 挣多少钱 啊 荡气局几种情况 不知道回顾看一下哈 荡气局的观念 就是这个概念 啊 硬事 什么什么情况 应该那节课 讲得很清楚 对吧 比如四边 有马路围绕 那什么 荡气局 对不对 这个房子 独栋高 叫独栋高哈 荡气局 是不是 那么 因为什么 你风来就风走啊 还有穿堂 穿堂煞 对不对 你风直接从这边进 后边出 都叫什么 不藏风啊 气呢 你也拒不住 啊 拒不住 第二个 明堂不符合 新闻标准 这叫洗层啊 这个这儿我今天对不对 想办法去猜 你清文卫要见呢 不要猜呀 啊 你猜在干嘛 所以说你要符合明堂一个新闻标准 对不对 你要符合思想局啊 啊 你这个如果是拜水 那就非常非常旺 懂了吧 所以说明堂不符合 哎 你清文卫缺一个 你后边没有选五位 或者怎么样 你的不符合标准的时候 那一段 我们直接断败 破财 那绝对的哈 然后顺水 顺水大家知道吧 呃 一个房子 我这样画吧 哈 在 这样一个 这个是门 那个水呢 假设这样的 那我们直接就往这边跑 对吧 是顺着我们房子 啊 往外游的 叫顺水局 那或者我们楼梯 是不是 我们的户型在这儿啊 这是这是你的门啊 这是你的门 然后楼梯 咔咔咔咔 往下走啊 往下走 这什么 顺水 也叫什么 卷眼水 想过吧 啊 那么顺水局一看就什么 败财 破财 呃 我见过很多这个家里面哈 就是我们去看峰会的时候 这个楼梯不是 这个呃 六层多层吧 应该是 就没有电梯的房子 然后走上去 转上去 转上去 这样的 他的一户就是下手的 一户就是 就是一户是 卷眼水 一户是长班水 长班水那户特别好 卷眼水那户特别差 那这一户就是卷眼水 懂我吧 往下走的就卷眼水 叫破水啊 这个破财局 破财局 那么火行行轮 这个五行行轮 也给大家讲过啊 其他都还可以啊 就唯独火行 火行刹是什么 三角形的 三角形的行刹 行完刹哈 不稳定 然后火代表发射 发散 传播 是不是这样的属性 释放 就能量释放啊 释放 所有火行刹的一个 风水的一个靠山啊 一个行完影响的 也代表 好财 散财 而且会影响性格 如果在玄武卫 或者那个清文卫 它会影响啊 某一家啊 家庭成员 性格脾气比较暴躁 所以说啊 我们尽量不要去做火行的 一些新闻啊 火行行为记哈 为败财的 那么在这讲一下败财 败财很好解释 在这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几个方面 那一看就是败财 能一讲了吧 不难的哈 不难的 因为你们学过之前的课程 只要连续学下来 这个败财一讲 你们都能清楚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 判断人钉啊 人钉 人钉是什么管人钉啊 叫三管人钉 对吧 在我们的课程上都讲过 那么三管人钉 水管柴 开下特征 这也是总结一下哈 四项阴阳要平衡 四项局嘛 对吧 你看大的第一步 先看什么 先看四项啊 然后四项 你不能是这个太高 对吧 档气局太低 也不行 压迫局 四项要阴阳平衡 要程气局啊 对吧 他讲什么 程气局 生气局都可以 对吧 聚气局 对吧 程气局和聚气都可以 然后 他这个是不是阴阳平衡啊 对不对 那这个人钉就没有问题 他讲什么 我们讲那个四项啊 他是叫沙 对吧 要沙体 我们回顾一下之前课程 这不是沙体 对吧 那这沙体就是 我们叫三管人钉 三管人钉 就是沙 沙就是沙的意思 就是建筑物 就说沙啊 要阴阳平衡 才能望人钉 望人钉 第二个 四项均衡 对吧 青红白虎 朱雀学乡 你要有啊 缺一个怎么办 老师讲课的书能买到 我讲课什么书啊 可以买到吧 可以买到的 啊 四项的要均衡 四项的均衡什么意思 就是第一个 你四项局不能缺 对不对 你缺个青龙 哎 不好 缺个玄武也不好 啊 这些四项不能缺啊 然后你们参照四项课啊 四项局啊 四项局那课程 你们啊 按那个去应事 就可以 第三个 户型格局 要方证 这三节课 刚刚讲过的 对吧 叫室内 叫内湾头的一个 看法啊 这个调整 那这个是望人钉的 一个 基本条件 满足 就为望人钉 不满足呢 也不望人钉呗 对不对 这个也很简单啊 看看这个 这个大家看这个图啊 很很难去 在现实生活中 找这样的一个 布局吧 为什么呢 那比如我们这一栋房子啊 这一栋 看我画个红线的 这一栋房子 就是我们的主体 我只是假设哈 这个是主体 那主体是不是后边有玄武位啊 玄武位 那玄武位有一个好 让养个好 养个好啊 因为我们第一个讲什么 我们后边是祖山 对吧 我们父母山 然后祖山 扫祖山 祖山 对吧 他后边的什么 玄武位越多 那我们的祖圆越好 所以说玄武位 那这是一 对吧 那么这是二 那么要什么 一个比一个高大呀 对不对 你的靠三靠三 你才能更靠的结实 还有靠啊 那这种 这种其实在现实中哈 呃 不多啊 不多的 然后我们左青鸥右白虎 对不是 那青鸥和白武位 然后全部叫四项全 四项全 那这种房子 是确确实实不多的哈 那这个 那这种房子 真正来讲 是适合望人丁的 那真正望人丁的房子 叫什么 叫四合院 如果大家真的有条件哈 不要去城里边 再找个好的一个山啊 就是我们说好的地方 你去盖一个四合院啊 背后有三 对吧 前面有个这个弯弯曲曲 做一个什么 比较好的一个 就是夹水也好啊 做一个四合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叫人丁行旺 你肯定是 这个城汽局 对吧 那这个四零局也符合 四项局也符合 那这个房子哈 是真正来讲 是很好的格局 啊 有几十种四面 都是路的房子 在一起当区区吗 这个要看图片啊 你要拍 实际图片给我 那么判断健康啊 最后啊 这个人丁的 很简单 你把那个三 三条总结的 你们能够去掌握 掌握一下 四英局 四项局 掌握一下 然后人丁都没问题 反之呢 都会出一点影响 那么判断健康的 一个行丸 看一下 判断健康 根据四项局就可以 对吧 那么四项局 你看一下 你看 主健康的标红的 就是哈 是不是 青龙位管 白虎 玄武位也管 对吧 青龙位和玄武位 都组健康 这是方位问题 那么我们家里边 青龙要不要有 玄武位要不要有 对不对 你都要有啊 你青龙不有的话 影响健康 玄武位没有的话 也影响健康啊 对不对 所以说 看影响谁 影响哪部分 只是另当别论 但是肯定会影响健康的 那些吧 那我们看一下 在健康中 会有哪些问题 这个很很简单的哈 如果是 你们回想到 这个 这个 这个四项局的话 那我们讲 这个子女 你看 这叫子女嘛 对吧 对吧 子女 那我们说 刚才讲的 那个人丁 那看我们的租雀位呀 四项局 断事就能断了 啊 断你的房子 有没有明堂 明堂有没有破败 对出去行啊 是否对的 对不对 如果是萨 那肯定对吧 子女发展 不好嘛 不会嘛 看什么萨啊 那么身体常见的一些问题 有哪些 首先常见的问题哈 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个看一下 腹部的疾病 啊 腹部疾病呢 肯定是我们常见的问题 比如说胃 啊 女性的一些子宫 那这个问题啊 比如我们胃病啊 女性的一些 这个子宫的问题呀 是像 像什么 像物品的容器 因为我们胃是空的 对吧 它是一个容器的呀 它是一个容器 所以说比较像一个物品容器 那么我们看一下 在风水中哈 新玩中 我们如何去看啊 这个胃部的一个问题 会让很多风水师啊 一到你们家里边 哎 看 哎 能够硬些事 这个家里边 塞塞塞 胃不好啊 这个怎么样 那么比如家里边容器坏掉 残缺不全 就是我们说这个 有空间的那种东西 叫啥 这个瓦罐啊 对吧 锅碗瓢盆 那个东西啊 这是摆放的 方位又不对 对吧 那有的破的 也没有扔 那么这个时候 就容易引发身体问题啊 因为它那个形状 像我们的胃一样啊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洗衣机的位置 为什么叫洗衣机呢 那洗衣机是不是有空的呀 对吧 也是像我们胃一样啊 这个洗衣机哈 比较记在厨房 才厨房哪个位置呢 正对着灶台 这个灶台 那灶呢 在风水中叫一家之食肉 如果正对灶台 是非常不急的 那直接断啊 直接断什么 就是你家胃有问题啊 这个胃有问题 那么如果卧室 那还有人呢 把这个洗衣机放在哪 放在卫生间里面 是这样吧 就是装修的时候 把这个洗衣机 放在卫生间 卫生间呢 正好这个门 正对着你的卧室啊 你的卧室门 正好对着这个卫生间 正好对着洗衣机 那好 子也直接断 你的胃除问题 子宫胃除问题 能理解吧 再严重一点 叫胃切除 子宫切除 啊 两个方面 那还有一些呢 就比如我们对着一些 不干净的垃圾场啊 测水沟啊 一些不干净的问题 啊 那这个都会影响什么 我们的胃 因为这个气味嘛 啊 今晚讲过 对吧 受伤和轻微有关吧 嗯 东西方不好 你这个 这个 你盖完房子啊 这个陈怡红啊 你盖完房子 再去动工的话 一定要看 因为在这有个什么 叫年运 就你建的房子 有个年运 假设这个房子 是一年建的 然后你二二年去动工 它有一个冲的关系 叫年运相冲 那这个就会影响 出事 懂了吧 那看冲的是谁 这个不是说建房子 选日子 选日子这个原因 啊 因为两个房子的年运不同 懂了吧 风水上 不只是我们今天 这个课上讲的一点 啊 我敢讲 它是一个体系 大家不要急 啊 不要急 慢慢去学 慢慢学啊 第二个 叫呼吸系统疾病 刚刚有个问 对着墙 你的胃好不好吗 加上别我们胃有问题啊 有胃有问题 就挪一下呗 对吧 呃 隔个墙会减轻很多哈 那我们讲一下呼吸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 也是我们常见的 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汽油流动过快 气场不稳定 比如穿堂煞 对吧 你看 档气局 穿堂煞 露冲 这些气场是什么 是很急的 那气一来 对吧 你气一来 这个穿过去 从这穿过去 假设哈 露冲也是 从这穿过去 直接的能量很大 当气局更不用讲 对吧 它这个四面围绕空的 具体 那就属于什么 属于气场不稳定 财也不稳定 那这个人得病 就会容易呼吸上有问题 呼吸 我们的呼吸道 呼吸不顺 呼吸这个闷 就是胸闷 懂了吧 这些问题 就跟呼吸有关系的 那这叫呼吸系统疾病 那么断一下 哎 你看乌冲 乌冲呢 正好 他这边上呢 又穿藏衫 那么直接看一看 下来边人 就可以容易有这个 呼吸问题 呼吸问题 第二个 装饰天然私材 天然私材是什么 大一石 这个我不知道 大家看过新闻没有 一个新闻是真实的 他那个 人很有钱 搞个别墅 然后呢 从里到外 全部是天然私材 然后时间一长 做了半年 还多长时间 忘了就好 然后被诊断 出来这个癌症 如果天然私材过多 过多 这是过多 就特别多 就会引发这个问题 大家看风筹的时候 也紧记一点 木头没关系 石木的是没问题的 就怕这个天然私材 因为它有辐射 它有超标 一超标 对人的身体 呼吸 都有影响 那么最头疼的问题 叫心脑血管疾病 在北方是比较多的 有没有北方的 北方的心脑血管疾病 是很普遍的 一到医院一看 心脑血管 脑梗心梗 对吧 特别特别 所以说我们看 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影响 比如 这是不正的沙体 不正的沙体 就是斜歪的 这一个 因为这个跟北方人的 洗衣性有关系 北方人的 叫什么东 南田北咸 东阿西酸 对吧 北方人吃盐 比较多一点 那么盐 也容易让心脑血管堵塞 这个生活习惯 也有问题 然后风水也有问题 咱们看风水影响 风水就是不正的一个沙体 一个沙 比如我们在这个房子 一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呢 它的这个墙 或者是路 它是斜着的 那它就影响什么 影响着它的心脑血管 那或者 它有一种压迫的 低压的 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和 这个有个高低差的 高血压嘛 那要去硬事 我们叫这个 呼形幻象 对吧 这个如果房子 它有个低 这个房子很高 这边好像房子很高 这边房子也很高 那么它有一个什么 压迫的感觉 它也是什么 有这个 心脏病啊 高血压 心脑血管 这个堵塞呀 这个问题 那这墙是斜的 主要斜的 有很大影响 那这个 这个形煞 形煞一个影响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们的房子 后边 后边 有什么 有个巷子 大家知道巷子的概念吧 巷子和路 不是不一样的 巷子是比较窄的 比较窄 那比如后边 有个建筑物 这个主体 它和我们主体之间呢 是很窄 就成为一个巷子 那么 为什么巷后有不好 就知道吧 为什么有一个 这个这个 水沟不好 对吧 随着我裁 叫暗裁 因为有裁有咋样啊 人就容易有 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 那谁有啊 我们长辈父母 包括有巷子啊 有没有 都是高血压的 一种症状啊 这个特征的一种影响 那么 还有 就是 你看 主体和周围建筑物 形成小巷子 小巷子是不是比较小啊 叫比较近呢 叫小巷子 这叫小巷子 那么这个小巷子 就有中风的危险 那么巷子越窄 比如你的门开这儿 开这个是门 那么这个 周围呢 是有小巷子的 这个巷子越窄 中风越严重 为什么 因为 讲天展萨讲过 因为气的原理 是不是越窄 它的气啊 这个唰唰的 这个就是越阳快嘛 穿肠风啊 穿肠啥 就是穿肠风嘛 过肠风 对吧 它这个风一过去呢 很阳快 为什么 因为越窄 风数越大 对不对 所以我们感受会更阳快一点 那这样 就是中风的危险 向着越窄 中风越严重 这是心脑血管 中风 高血压 一些问题 这个比前两个更严重一点 因为胃啊 这个都是问题不大的 但是一说心脑血管 这个一停就不太好 那北方的问题又大一点 南方很少有效果 所以说北方的高血压 心脑血管 心脑血管 这个疾病啊 普遍上比南方又多一点吧 尤其你们到南南 这个北方的农村去看一下 真的很多很多的 那么还有一个叫生物隔 生物隔什么意思呢 肝胆疾病 那你们接着听嘛 生物隔就是身体上长东西 比如痣疮 肿瘤 癌症 你看这一听更吓人 对吧 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身体无缘无故 长出一些东西 痔疮是不是 也是长的对吧 肿瘤也是 然后癌症 那都是长的呀 那么肝胆癌 肝癌 胆癌 这是这个这个 胆癌应该没有啊 就肝癌了 肯定是长东西啊 那这个是什么 叫生物隔啊 就是无缘无故 身上长东西 痘痘也算是啊 那么建筑物表面 不规则的凸起和凹陷 就不平嘛 我和哪天有个人 问我一个问题啊 老师我这个叫什么 我说叫你的这个 这样凸起一个 啊 这边凹进去一个 啊 凸起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阳台 对吧 我们就 你建筑物对到啊 你对到啊 就是我们说 还是刹的问题啊 行刹的问题 对准好多不规则啊 不规则 要据死状也好啊 不规则啊 这就属于什么 影响到啊 人容易找一些东西的 还有一些 家东的奇怪物品摆放啊 摆放 什么奇怪物品 不是正常的物品啊 呃 就像在第一课讲过啊 比如一些破败的花瓶啊 怎么样 多出一个东西啊 呃 从 摄像局里边 去判断 它不符合 摄像 摄像局 然后 比如在白虎会摆一些这个 不好东西 比较奇怪的物品 这个奇怪哈 这个我没法去讲 就只能学业子 比如这个 呃 破败的一些工艺品啊 工艺品 呃 就是刚才那个没有头的 对吧 那个雕像 就是没有头啊 头砍去啊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 这个哈 就是我们 紧记买东西啊 不要去买一些奇形怪状的啊 摆在家里面 这个会对你影响很大 呃 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房子 近身很浅 怎么近身呢 北方我们说房子近身浅 对吧 南方的比较深一点 这要近身 朝这边就近身 然后你后边的房子哈 是有个B压 啊 B压就是后边 这比较高的 比较大的啊 那这种互形就容易长痔疮 哈哈 是后边互形的一个B压 那么癌症形成哈 大家发现癌症形成哈 它是比较阴暗 潮湿砸乱的 那么很多房子哈 一个是外边 还是一样 外边 假设这边是一个户型 那么这边的一个过道一边 我们称之一个巷子 假设哈 有一个这个 看风的一个学员 它的房子外边 就是堆放很多杂七杂八 不用的 那么这个 有个门哈 就是当一个储物间 那这个储物间呢 就是第一个很乱 然后很潮湿 那摆放物品又不整齐 那这个就能够应事 应什么 应一些肿瘤啊 应一些癌症 那么还看在那个方位上啊 那么在白武 白虎位就应的比较准一点 懂得懂了吧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还有一些我们的房子里边会摆放一些这个杂物间吧 杂物间 杂物间呢 比如放某个角落一边 我们尽量保证它有个货架 摆放整齐一点 大家再讲一点 为什么北方人偏胖 这个问题大家也能讲到 大家的房子哈 如果你想这个瘦一点 尽量把房子搞得整齐 啊整齐一点物品少一点 因为我们发现拥堵哈 北方人啊会拥堵一点 就是摆东西会很多 没有及时清理的一些东西 没有扔掉 那么越摆越多越积越多 那人的身材都比较臃肿一点啊 大家从这个方面啊 都是有风水的一个影响 车库管车库管没事的 但是也不要太晚嘛 对吧 那么这个是癌症哈 肿瘤一些生物隔 就是你对出去的哈 特殊的 对呀 你加乱七八糟 谁给我一个圈给我发的照片 我风水怎么看 我先让他收拾一下家里的东西啊 我看啥风水啊 这个人肯定是胖的体质 你知道吧 为啥呢 他是 他不是胖 而且对身体有影响 叫赌 他是赌的胖 经络不通的意思 我见过很多 因为我也是北方人哈 这是家里边农村也好 东西不得的扔 越来越放越多越放越多 每个贵色都满满灯灯的 然后这个人的经过就是 我会不同的 对你们搞风水 首先不要那啥 先把这个东西收拾好 不要说找我看风水 你要看风水拍照片 我也看 我的妈呀 这个 这哪行啊 这个还是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哈 第三个精神方面疾病 你看一下 精神方面 有时我们说人会感到压异大 那 情绪不稳定 头痛啊 这都是精神上的问题 那什么房子呢 压迫局的房子 对吧 我们压迫局 精神本身也压大 压异大嘛 压迫局 然后风水 滴和压 都表算压迫大 什么滴压 四项局里边的压迫局就是 那么这个哈 人肯定是发展 事业收拾 但是 它会影响到我们思考 就主要从思考层面 就好去想 好去想 压着压着压着 你干事啊 资金利液差很多 听完课好了 要收拾房间啊 一定要收拾的 我们讲财 不入急门啊 你要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你卧室都还好 尤其是客厅啊 尤其是客厅 要搞干净哦 你客厅不干净 你的财怎么摆放吗 而且客厅代表 每一个方位 每一个人 对 你不要就扔掉 不要扔掉 东西破坏 就扔掉 电脑锅 就扔掉 我见了好多学员 水壶四五个 你知道吗 我说水壶有这么多呀 这个第五个是好的 全四个全坏的 那直接扔掉 不要穿这鞋子扔掉 不穿这衣服扔掉 你要那么多鞋子干嘛 所以说大家 我到一个很多学员里面 真的看风水 第一件事 是扔东西啊 你先 我不管你卧室 不管你这个怎么样 厨房和你这个客厅 一定要干净整些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 去我一般拍一下 我住的地方 沙发都没有 就一个喝茶 一个这个这个佛像 这个这个 就是我们供的这个三清 没有啊 懂了吧 因为你这个是那财的 你想挣钱 对吧 想那个财运好一点 你有搞的 而且不知道啥都有 东摆一个 西摆一个 儿子书摆一堆 对吧 这个劳工的一个工具摆一堆 然后自己的衣服 就放一大堆 你说怎么 怎么能好 你的身材怎么能好 对不对 想要身材好 一定东西要少 这个你要 经过通畅啊 气血通畅啊 你的风也通畅啊 懂了吧 而且进的气来回 我们要做一些 风水布局的时候 有好布局呀 一会儿 你找我布局 我说东南方 一看东南方 万七八糟 你怎么搞 而且每个方位不一样 啊 今年的西北方 就是你的天财 北方是你的暴富 东北方是你的正财 你想一想 你的财 三个财位 你告诉我 你今年 有没有干净 没有干净 赶紧收拾啊 这个三个财位 懂了吧 这是九星 九星里面讲的 跟我们的新冠不哀的 但是 每个体系不一样 这是讲法也不一样 它不冲突的 我胖了 估计衣服多 有影响的哦 大家学这个很感兴趣 那么 横杨逼压 对吧 横杨压头 压门 这个都不好 我看有一个门 进门的 有一个树等的梁 直接压到 这都会导致头痛 精神上有问题 能画吗 能画 之前我给他讲过 比如这样的 你不是那种画 这个是我们房顶 这是你的横杨 你画的话 只能是装修画 去搞一个拨型的 从这 这样去搞 你是装成 把这方形搞出来 把它藏起来 藏起来 不是 自房顶的梁 把它装修成 看不出来 那种感觉 就没问题 但是呢 我们空间还会有影响 这也会影响到头痛 装修床起来 对 床就藏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 讲过的应该 所以说房间门 逼龙的人 门逼龙啥意思 这样的房子 对吧 龙过堂 这样的 这是门 这是门 那这样的人 对男人有影响 容易神经衰弱 反过来 对女人 虎过堂 逼虎 对女人有影响 一个是男人 一个是女人 所以说我们开门 开边门 都不影响 床也是 放这边和放这边 都不好 一个是男的 一个是女的 都会影响到神经衰弱 低压 就是压迫局的意思 就是 你的房子过低 然后周围被压到 这种主体 四周建筑物 叫低压 低压 叫压迫局 你想压迫大吗 影响大 光讲去衣服就 能力教吧 再次 讲的 你们不要不信 你们真的 你们把这个衣服 收拾 客厅收拾 感觉 感觉舒服的时候 你们身体 正状态 精气 神呼吸 都畅得很多 经过都通的 人也舒畅很多 好好收拾 好好收拾 不要再发个照片 关切不住的 我就看一个学员 给我发照片前几天 我是学员的 送手房子 最后 给大家 这是断事 今天讲断事 就是从财运 从财运上 从人丁上 从健康上 三个大的方面 断事 这个断事 有一些 是给大家总结的 像人丁 对吧 你只要符合 那个原则 你就可以去忘 忘人丁 去布局 那么如果反之 你断他 人丁不兴旺 那么下边 明天 不是明天 就下一节课 我们会讲的 下 应人和应事 大家不要着急 下节课会讲到 今天只给大家分享的是 硬事 三个大的方面 理解吧 然后 在硬事上 那么财 叫得水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 健康呢 讲了一些 我们身体 常见的一些问题 那受哪些 环境去影响 然后断事呢 再给大家一些 小的一个技巧 就我们如何去断 如果我们发现 你看风水的问题 对吧 但又不知道 如何是具体 什么问题呢 你要先断他破财 这叫经验 不管怎么样 肯定破财的 对吧 你生病也破财 对吧 这个破财呢 就是你 基本上成功率 很高很高的 不会出来太大问题 断破财 这是作为从业 你们以后 我给你断一个吧 看见风水 看见破财呀 那么我们要往深学 往细学 你还要学乙气 还要学一些八宅 因为 因为 就讲理系风水 我同样像这样讲 要讲这个十二大节课程 怎么办 它是不同的体系而已 那么第二个 叫单点 不论是 开课之前给大家讲过 对吧 你不能简单的归音 你这个中间摆个东西 那好 那直接断你 你这边怎么怎么样 不这样断 你这个门 开着朝向怎么都断 单点不论是 在这块 给大家解释 为什么大家很多问问 老师 我要凸脚 老师 我缺脚 老师 我这个分不怎么样 单点不论是 一定要记住这个 叫单点不论是 两点 两项以上 以上 我们再去断事 比如你缺个脚 对吧 你这个思想权 你这个四星局也好 层七局 你就缺个脚 有啥关系 对吧 不影响 所以说我们再要断事 一定要两件事以上 两件三件都可以 比如我们一看 这个房子落冲 落冲就没解决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房子 在落冲的时候 它有前门和后门 有通道的 穿囊障子 然后你走到后边一看 后边有水沟 那你三件事 只要断一件事 对吧 这样来讲 那我们直接断 这个人呼吸系统 断谁 断他父亲 是不是老人家 这个呼吸上有点不好 对吧 这个断事的硬事的准确性 就会提高 对吧 你本身就四十 对吧 两件事八十 对吧 如果断三件事 你的信心就足够 那摆断摆准 能理解决吧 然后第三个 就大原则优先 大原则 你先符合外边大的一个规则 在小原则符合大原则 我们大原则是什么 就是四项局 就是四项局 对吧 然后四领局 然后再我们说 你这个啊 这个东方写四不对啊 一个四项局到四领局 再到我们说一个房子 内部的啊 就是你先从外栏头 再到内栏头 刚才很多讲 哎 我的是房子外面啊 是叫龙墙虎弱啊 就是我们说青红位很强 这是房子 他说老师 我的卧室啊 我的卧室呢 啊 这是我们房子外的 就是房太极 我们讲外面 外温头哈 老师 我的卧室呢 我这个不行 我这个这个龙位哈 就是青红位是窗户 我说那有啥关系吗 对吧 你大原则 你龙墙就行了呗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小的卧室里边 你让让老婆又啥的嘛 对吧 你在卧室里边 你说让老婆 你有啥关系吗 对不对 说在家里边 老婆墙一点强一点呗 那家给老婆花 正常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大原则优先 不要看个事 哎 把大的都忽视掉 直接用小的断事 那你肯定断不准啊 啊 还有一些生病的问题 生病问题什么 就是我们说年轻人不断大病 这个也来谨记哈 以后断事也好 你们有从业的可能是 年轻人不断大病 即使你看到啊 这个怎么样 我要去断 大病不好啊 不能断 就是基本上有 我们也不要去直接去讲啊 那种意思吧 还有一些哈 就是 瓜 大家知道瓜吧 有些结瓜 江西 有一些铁树 或者种的石 让有些南方讲的哈 这也应一些肿瘤癌症 比较多一点 什么结瓜呀 再瓜 再到那个东西 这也是 啊 啊 想想 那这个大家 讲的断事一个技巧 能力教吧 那么 课程差不多啊 断事这一章 讲到这 啊 你好 下一节课 我们讲这个 阳断风水 十段印射像 这下一节课 讲这个是 应人啊 和应期 应人和应期 先把印射 剪完 看应到谁 然后怎么样 这是行完风水的印法 然后在课程 那个后面 我们会加了一堂 这个商业风水的 最后加一堂 这个总结的核心 那么给到大家 这是一个 行完风水体系课程 那么在这儿哈 基本上课程 大家不懂的 还是一样啊 回复看一下 回复看一下 再不懂的哈 然后大家 拍这个图片 或者视频给我 好吧 你们问问题 我愿意给大家回复 然后在课程 总体讲完之后呢 会有一个答疑课 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呀 会给大家答疑的 行完风水 是不用我盘的呀 啊 你气风水 才用我盘 你们会用眼睛看就行 先学会走嘛 你基础的不扎实 用我盘干啥呀 你基础看事 对吧 你都看不懂 用眼睛看的看不懂 用我盘的看出啥呀 好吧 那么好 谢谢客人到这 然后我们这个 有问题 你们就这个 这个信息哈 那么 我下锅 各位学员 学习也辛苦 再见 再见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